为了要从日常生活中预防长辈的失能与衰退 新北市卫生局在各区开设为期24周的课程 期待透过长辈的社会参与以及生活习惯重建 与长辈同伴们一起健康老化 老年化的社会趋势 新北市府卫生局为了要从日常生活中预防长者失能与衰退 透过各地区的卫生所作为第一线把关 在长辈就诊的过程当中 若是发现有失能衰退的迹象或是高危险群 护理师就会鼓励长辈们参与社区中失能与衰退延缓的课程 让长辈们通过社会参与与同伴一起雇健康 我们会从社区里面或者我们的健康检查服务里面 发现一些65岁以上的长者 如果有一些肌肉衰弱的问题 或者一些失能失智的问题 然后我们会把它就近转介到 我们会找一些就是离他们家比较近的一些服务的资源 然后可以做一些运动的场所 那目前金山卫生所的部分 目前就是结合了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 跟六股活动中心这一边 为期24周的课程 通过日常的营养照护 口腔保健 还有集乃力训练 让长辈在每周活动过程中 渐渐改变错误的生活习惯 达到健康老化与好习惯养成的目标 那目前就是我们会开办六期 总共两个总共24堂课 然后就是课程的训练部分 会有一些的激励的训练 然后口腔的保健 膳食营养认识功能等等的训练 然后主要是要再延缓他们的一些失能的功能 发生的可能性 然后或者说增进一些失能失智者的一些的生活的品质 然后预防重于治疗 最主要要强调老人家脑袋瓜要动 各方面的知识的传播 尤其专业是卫生方面的 平常没事都要动动来 而金山区目前有金保里社区 以及六谷里办公室执行这项计划 可以见到课程当中 里长也会跟着长辈一起活动 而里长说预防肾余治疗 是否提早为银法族规划延缓失能衰退的课程 也期待透过长辈的社会参与 以及生活重建 达成健康老化的目的 记者亮平函金山采访报道